大家好我是王炳森 我整个风格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我们还是来谈谈吴亦凡的事情 通过他本人的一个格局来分析一下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月份出示 未来能不能够安然度过难关 上节我们讲了 他是身弱用神就是水和木 而且早年走财运的时候 虽然天干是财星 但是地支还是走水运 所以说是用神运 天干的财星也能够化解商官见官 那么在庚子年的时候又是商官见官 但是大运还是几仇 这个几土就能起到通关的作用 那么到了2021年 他从6月30号开始走耿银大运 大运一换 很多问题马上就会暴露出来 耿银大运里面先看地支 地支是银五须三合火 就导致这个商官就特别的 哇这个商官就会克这个耿银 同时也是克大运的耿银 那么问题马上就会出现 那么在这个以卫月 就现在还是属于以卫月 新丑年以卫月 这个流年跟流月 它是一个天克地冲的关系 对他来说呢 还有丑为虚三行 这个卫土 这个丑土 这个虚土 再加上这个流年的丑土 那么地支丑为虚三行 所以说爆料人 就是一个接着一个 三行嘛 就是无论好事坏事 都是集二连三的 所以说这个商官见官一出来 马上就开始原爆料 那么现在还只是开始 这个事情会持续的发酵 等到了立秋以后 是8月7号立秋 立秋以后进入丙生月 丙生月 变火克生机 就是流月就是商官见官 所以说就会达到最高峰 就会惹上官司 包括那些品牌方 要跟他解约 他自己会摊上很多的事情 包括他去告别人 或者人家告他 等等这些事情 这种官非口是达到最高峰 但是呢 之后呢 这个事情就会慢慢的平息下来 因为越往后走 这个水越往 水旺的话就会克商官 就会化解这个商官见官 而且到了22年是仁银年 仁银年对他来说实际上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了 这个银木呢 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力的根 地支呢 还能够这个银骇和木 银骇和木 有人说地支 同时不是也是银武徐三和火吗 当然还是银武徐三和火 但是天干就是人水了 天干这个人水 虽然它比较弱 这个仁银 在仁银年看来 它是比较的弱的 但是它可以用八字里面的这个亥水为根 所以它就并不是很弱 它就可以直接克这个商官 构成商官配印的一个局面 那么商官配印就是能够化解这个商官见官 那么这个印代表什么呢 我们说可以代表他母亲是吧 通过找各种关系 帮他化解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印呢 也可以说代表贵人 贵人对他的帮扶等等 或者他背后的一些团队 一些利益方出面来化解这个事情 所以到了2022年 吴亦凡就没有任何事情了 另外在分析这个八字的时候 我也在我的公众号 秉分国学讲堂里面 写了另外一篇文章 就是说这个吴亦凡的这个事件告诉我们 我们所谓的这种白马王子 那是渣男的纯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为什么这种粉丝看不明白呢 他觉得自己的爱豆约我见面 而且是在酒店见面 他心里想的什么事情 那是一清而出的 而且很多粉丝就被冲坏了头脑 觉得这是自己的爱豆 对自己的恩宠 实际上他并不知道 在他在他的偶像眼中 这些主动送上门的粉丝 就像一次性的这种手指一样 用完就扔了 你还幻想着 你能跟他白头偕老 他能够娶你 那真的是痴心妄想 所以说渣男肯定是存在的 那么什么人会碰上渣男 其实也是命中注定 就是你自己觉得有一种非分之想 你相信这种抽小鸭会变成白天鹅灰姑娘遇到白马王子的故事 那么这种故事一般的就十岁以下的小女孩 或者十岁以上 这种低智商的人才会相信这种事情 好了 关于吴亦凡的这个命格的分析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